结合目前本市疫情防控形势的实际 经市防控办研究决定 本市自6月29日起 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 且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接证 有序放开餐饮堂食 恢复餐饮堂食的具体区域 由各区政府综合评估疫情防控形势后确定 市商务委指导行业协会发布第三版 本市餐饮服务业负商负市疫情防控指引 对餐饮企业开展堂食重点明确六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实行堂食服务的备案管理 二是实施堂食限流管理 三是落实消沙管理 四是抓好路场管理 在经营场所路口设置场所码或数字哨兵 五是倡导餐饮新风上 鼓励实行餐饮桌掌制 就餐时间一般掌握在1.5个小时左右 六是加强日常监管